英语中有四个拼做tip的同型意义词,分别意味末端、倾斜、倾触和小费。 其中小费的由来据说是来自英国。 英国文学家、词典编转学家约翰逊生活的那个年代, 在英国咖啡馆桌上都放有一个硬币箱,coin box, 箱上有to ensure provenance的字样,意思是保证服务迅速。 有人认为这是在暗示顾客要服务快就得给多余的费用, 即小费。tip一词很有可能就是这三个字母的首字母组成的缩略词。 现在去西方的餐厅吃饭一般都要给服务生小费, 小费数量一般为消费总额的5%到25%, 但如果你遇到特别优秀的服务生,也可以适量多给一些。 给小费就是give a tip。tip做动词用给服务生小费, 也可以说tip the waiter。